先生女士 大家好 台中市非常榮幸能夠成為 瑞布Rock Show F1賽車 發展市賽車的一個舉辦城市 那據我瞭解 這是台灣唯一的一場 也是全亞洲唯一的一場 所以台中市深感榮幸 那其實成如廖總Vicky所說的 其實在三年前2020年 我們就談好廖局棋 不過當時因為疫情繳局的關係 所以後來沒有辦法 只好被迫取消 但是我們大家各方都很努力 耐心堅持 終於贏得勝利 終於迎來今年9月28日 瑞布Rock Show F1賽車在台中舉行 真的是非常的感謝 那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台中市現在已經要收為 台灣第二大城市 那我相信這場活動 因為是全亞洲唯一的一場 那會讓全世界看到台灣 因為賽車它的速度 它的爆發率 讓人熱血糞腾 也是全世界最關注的運動賽事之一 那也因此呢 我相信因為這樣活動的舉辦呢 會讓全世界看到台灣 也認識台中 那台中市這幾年在一流 尤其在疫情之後呢 我們透過很多國際級 一流的賽事的舉行 或是活動的舉辦呢 讓人家認識台中 看見台中 譬如說去年在疫情之後 我們就率先舉辦世界棒球基點賽 那獲得全世界的關注 台灣民眾的這個歡迎跟支持 那今年呢 我們要舉辦的就是這個 瑞富Round Show F1賽車 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歡迎大家來到台中 那我相信 今天消息釋出以後呢 全世界的眼光會看見台灣 看見台中 我相信台灣很多的賽車迷 甚至亞洲地區的賽車迷 也都引起期待 因為亞洲回那場就在台灣 就在台中 所以身為這個地方城市的市長 我建議大家早點安排時速 早點安排時速 安排相關的旅遊和活動 瑞富Round Show 還有我們的台中市政府 那歡迎大家到台中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盧市長 也可以